思维高中连续13年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的 饥饿三食人道救援行动 在22号世界地球日的这一天 全校有200多名学子 透过12小时不进食固体食物 体验身处粮食短缺地区的儿童们的生活情况 并且捐出餐费 投入粮食短缺的地区 救援最脆弱的儿童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为了避免校内群聚感染风险 思维高中的饥饿体验特别发挥创意 利用中午休息时间 透过广播系统分享饥饿三食活动意义 并且在各班级透过电视播放饥饿三食空头粮食影片 让参与饥饿体验的同学不需聚集 也让无法参与的同学们 看见脆弱儿童的故事及需要 今年我们的举办方式 我们不会办理像以往历年的 这个饥饿三食饥饿勇士的大会师 那可是我们会采用线上参与的方式 就是延续我们过去 在自办饥饿三食DIY的做法 那主要我想非常赶佩 思维高中 那我想在全体师生的这个协助之下 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议题的倡导 让青年学子们知道 我们国内透过非力组织 来推动这些跟 这些人道救援的一些工作 那我想这个是透过 我们整个在台湾的社府组织 来推动我们国际参与 跟国际结婚工作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思维高中在22号世界地球日的这一天 全校222名同学 透过12小时不进食固体食物 体验身处粮食短缺地区的儿童生活情况 并且捐出餐费投入粮食短缺地区 共同帮助饥荒家庭度过生命中艰难食客 可以不要浪费食物 因为有像非洲小孩都没有办法跟我们一样 就是三餐痊愈 所以希望能体验一下 就是不用吃三餐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没有受难 然后我们有食物 所以你会想要去帮他 我们思维高中移展望会 今年是第13年的合作 那这长期以来 我们是希望透过G230体验的活动 让学生去了解到说 现在整个全球的一种 粮食的一种问题 不是都是在跟我们一样 在台湾都是这样一个满足的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学生能学会一种珍惜 现有的一个资源 然后学会去透过这样的一个 让自己体验的一个活动 学会是怎么样去协助 然后有一些国际的一种观念 然后珍惜这整个地球的一个资源 那也实践我们学校 张好了一种精神 四位高中校长蔡宗和表示 学校响应G230人道救援行动 已经连续13年 对学生而言是很棒的生命教育体验 希望透过公益活动的参与 持续推广三好校园的理念 记者徐丽晴 花电视报导